各位英俊瀟灑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公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开始之前提醒大家关注坤姐直播 在虎牙直播平台搜索房间号630964 或者直接在虎牙搜索张坤直播三公杀 好的这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反备了 喜闻乐见的这个袁绍局 哎 咱们这个是标刚烈 但是标刚烈也挺好的 你要么丢两张牌他舍不得 要么掉一滴血他被搞死 他就那种 他搞着搞着他就是所谓的 标主何须二号位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 当年什么刚烈恩怨 当年有恩怨那个时候还没有激康 反正什么千香 反正就是无邪主公开万箭 什么千香雷姬和恩怨 反正大概时间长了不太记得了 反正大概有给享受到了当年那种什么 表主呀哪需要二号位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现在有很多武将 哎 看这一局吧 现在不知道咋说了 好的 这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反备 我的一个乖乖 选择了超能力 徐荣凶货游戏开始时 获得三个标记 暴力标记 出牌阶段交给你其他角色一个暴力标记 你对有标记的角色造成的伤害加一 且他的出牌阶段开始时 他移出标记 并我们对他进行一项制裁 第一项随机一项制裁 第一项 受到一点火焰伤害 且本回合不能杀我们了 第二 失去一点体力 且本回合纯牌上线简易 第三 我们随机获得他一张手牌 和一张装备区里的牌 我们想着等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制裁这个轿子了 杀绝 锁定计 当其他角色进入冰死状态时 若其需要超过一张桃或九九回 则你获得一个暴力标记 并获得使其进入冰死状态的牌 那你说一般情况也不太容易 求两个桃啊 对吧 就是求桃大一等二才能杀绝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自带加伤害 我们一个杀可能就是两点伤害 配合那个凶货吗 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杀法结绝 不留后患 正继工上来就被揍了一会儿 好像有点怕呀 你要知道现在有中内揍你 待会儿就有反贼来帮你 或者说揍掉他的什么教徒 对不对 看我三不追 娶你小妹 但他说的是吃他一击这个台词 好了 顺手拽扬 只有一张牌了吧 你如果要用火弓啊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桃子 五股开了一个桃子 你如果要用火弓 记得先甩他一个标记 地牛所杀 注意啊 你没牌了没牌了 我给你一张 我要你的命 火弓再收回 是吧 他有藤甲火弓两血 加我们的标记 那就是三血 那你就是求两个团 求团大一点二触发杀绝 火弓拿回来 火弓拿回来 教主由于吃团 手上没牌了 不要紧 送你一张 就是想着很早很早以前啊 就有一个概念叫 黄天杀人 他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大概还在2013年左右 不过那个时候最早的专利是那个 高顺拿下的 你想一下高顺是不是也是一个群雄 是吧 然后给他一张牌 然后再把他拼掉 然后突突突 当然也有很多群雄都可以利用这个火弓 教主拟手牌的时候 甩一张伞 然后火弓凝撞 当然这都很早的东东了 今天突然又遇到了 并且发生在超能力身上 行吧 这一局的话 大主攻没那么轻松了 那么好招的话 个人能力是很强的 然后配合也是很多的 既然摆在名面上 所谓摆在名面上 就是我们是主攻了 那么忠诚 最好跟我们有配合啊 希望能遇到属于我们的配合 好了 哎呀妈呀 这个帅了 哎 韩斯尔摩啊 韩斯尔摩 这还没完 这只是 是吧 正骨一 那等一会儿在夏侯的回合 那还有正骨二 是不是 那么所谓正骨什么玩意儿啊 简洁一句话 结束结诞 选一个其他角色 比如说我们选了夏侯敦 那么我们的回合结束时 以及该角色的下个回合结束时 其都将手牌摸字或弃字 与我们的手牌相同 那么我们之前是小补一张 但是他有一个技能 所谓的配合 清简的配合 然后到了他的回合结束的时候 那就是直接一摸一大把 跟我们保持一致 当然啊 有一个限制 那就是摸牌的时候 最多摸字五张 当然不要紧 是吧 我们这么多牌够嗨了 是吧 够嗨了 然后夏侯敦不是零张吗 零张我们正好到时候是吧 再来是吧 跟你来一个那个叫啥对吧 再去震骨他 他是不是又摸五张了 当然我们要保留五牌 才能让他摸五张 当然也有一个最多五张的要求 哎呀 这么多牌 其实插一张关键牌啊 你绑了夏侯敦 插一张属性杀 五股强开 我们想的很简单 你夏侯敦 五老清典给我们 是不是啊 并不是说 要给夏侯打五线 他会清典我们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点可惜 你没有先挂菊花刀 他不知道你需要 最需要的是属性杀 哎有点可惜了 如果是吧 来个属性杀的话 啪了一下 这一局爆下去 但不要紧 震骨走一波 哎哼 他其实可以立即清典了 但他也可以得一会回合类似 除了拨牌阶段以外 搞落牌以后再清典过来 争取能搞光 然后在他的回合结束 再触发一次阵徒 这个这个清典的配合很帅的啊 很帅的 南蛮入侵 不出生命 黄盖虽然说打了我们几滴血 但是其实动摇不了我们的根基 对不对 那么走你 我就不相信你不能意外的搞一张牌 哪怕打个幌子搞一张牌 只要能触发清典 那就帅了 触发不了 触发不了 那就只能震骨了 是吧 震骨 震骨以后 他是可以那个的 可以清典的 是吧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哎 之前不是说 铁锁没解开 没报到吗 但是只要反对的铁锁 我还在 我就不相信 我们又有这么大的过牌 你早晚是不是得这样 比如说还是相当于因为铁锁 受到了一波小沉沉的伤害 就这帮反对啊 终究是没属于没逃过去 我大手笔啊 大手笔 一个独鼓直接扎落了逃跑 我也是罪了啊 这大手笔啊 果然是大手笔 当然这两个吕布啊 无论你谁是内奸 谁是反对 我关你干甚了 我现在其实都不操心 怎么打赢了 我只是想一下 林他们投降之前 或者说被打死之前 我们还能看到多少次 震骨跟青茧的配合 是吧 你可以这时候就配合一波过来 然后你留一个能那个的牌 比如说借刀也行 刀不给他 给他的话 他拿这个刀是可以给我们 但是意义不大 他可以把那个副衣跟黏鲁给出来 当然即使啥都没有 那你裸震骨 裸摸的牌到时候甩给我们 到时候这个震骨你 是吧 这两个吕布啊 谁累谁反一点 是不重要的 一点点都不重要啊 就是看更多次这个震骨 是吧 你对这个好召这个新武将 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是不是 相对讲新武将 相对讲 其实是吧 因为现在视频的进度 比较拖的比较慢 跟正常的游戏相比 相差了半年以上 所以说相对来讲 好召是新武将 行吗 好了 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内奸 定要娶你向上人头 是吧 那么马蒙妹的话 马蒙妹 马叔就不说了 他这个凤破加伤害 或者摸牌啊 出牌阶段内 第一张杀或者决斗 指定唯一目标后 你可以选择摸插牌 或此牌伤害加插 插为其手牌的方片数 只有杀或者决斗啊 那么这个万剑触发不了 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 咱作为内奸的话 不用这么激进 是吧 先可以静观其变 看一下有没有 决斗水师可破 防老邪既然跳了忠诚 不打一个弓 说得过去 他跟王毅去对碰 对碰 他跟赤卫狎去对碰 但他确实是把王毅打残了 但是其他的反贼得于相当于是 他不想盲狙 得于小保全 但是不要紧 我们走你 我们可以考虑先探探路 就不要盲目的去扎伤害 看能不能 不让拆 就 就我的意思就是你拆不用都行 直接出一张杀 看能不能包到牌 或者能不能加到伤害 但这个地方显然了 包到牌了 说明手上是一个方片 并且不一定是闪 是闪他有可能闪你了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 脏板 就相当于是 他这种屌丝 这个闪电还想来坑我们 我们 甚至要在这个闪电之前 看能不能给他做掉 小帕 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请助我一臂之力 让我先动 这样就可以先手压制这个脏板 要么省田所 解决难解决的人 那个左持 加伤害 刚刚已经确认是一张方片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九杀加伤害 那就是三血 他求两个桃 左持求一个桃 你王一把桃子 贡献给一个吊石脏板 还能贡献给左持吗 但其实脏板是先动 这只是放权 但是不重要了 你们 皆是死人 皆是死人 左持能死还是挺开心的 这一刀不死的话 他有一堆牌 还有点磨叽 但也不知道他牌的质量 为何 不不忠诚 然后决斗先续爆一轮 那么李儒的话 我希望你有方片 哪怕是方片闪也行 是吧 哪怕至少有一张也行呢 那咱们来探个路 加伤害啊 直接加伤害 他哪怕有一张方片就赚了 看这个节奏应该是加了两点伤害 果然是还是有方片闪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顺利的进入了主类反 然后在进主类反之前 回顾一下我们做的事情 曾经因为凤魄摸过牌 加过伤害 又加过伤害 可以了 其实马云路这一局发挥相当棒了 但你得知道 马云路本身其实是屌丝级的武将 所以说相当可以了 回本了 后边的话我估计很 一时万会儿还有再出色的发挥吗 但是不要紧 朱凡刚刚是吧 什么平坑啊 出杀呀 把小胖压压压也挺好的 为我们单挑其实做好准备 这个时候最好要单挑的话 能先收反对了 我没有马术啊 但没有马术也有副一马 对吧 可以动一动这个小胖子 小胖子其实不太好打啊 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去摸牌 能摸到吗 我们就摸到了吗 摸牌女 是不是啊 摸牌女 你只要有方片 我们就是摸牌女了 但你如果有方片 打着打着 我们时机成熟了 加伤害都是可以的 哦 小胖子逢牌闪啊 但注意我们加伤害的时机 是指定目标后啊 啥叫指定目标后 比如说我们出一个决斗 小胖有一张方片杀 那么他把双方片杀拼出来了 我们这个决斗最后依然要加伤害 对吧 指定目标的时候 指定目标后 就决定加多少伤害 或者摸多少咱们 是吧 不是说你后来把这个方片丢掉了 就能怎样啊 小胖子有点麻烦了哦 他之前觉得他应该没闪 之前的时候已经没闪了 其实我觉得上一轮就可以出手 等了一轮越等越坏 发现了 他如果方片不多 其实我们也不是摸牌名了 拖时间长了不见得有优势 好在我们装备攒起来了 是吧 然后猪子手牌数量还可以 那么最终也赢下这一局 哎可以了可以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也就结束了啊 提醒大家关注昆儿姐直播 虎牙直播平台 房间号630-964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 大家 4 7 7 7